我想要說明一下就是當我們這個開啟Motion Capture的時候 Mocap Match的時候 這邊應該是要有這個所謂的這個prefixed 然後這邊應該要有這個東西的 這個你要拿來顯示,這少一個的話應該就是不行 比如說我把這個拿掉 它就沒辦法0 out 所以你要讓它detect 就是detect它就會出現這樣 這才能夠0 out 那如果你把這個拿掉 如果你把這個prefixed拿掉 它也沒辦法做0 out 你看它沒辦法做0 out 所以你必須要把這個給拿回來 好,當我們開啟的時候它 它真會偵測,因為我們這是tuna,tuna,點暴號 那這次是當初在匯入的時候 我們開啟一個新的檔案 我們當我們在做這個reference的時候 有時候講過就是,當我們在匯入的時候 然後 這個publish的時候在這個地方 我記得我在講匯率的時候我有講過 就是在做reference的時候 這邊就是選擇 它可以是任何名稱 比如說這支名稱叫tuna 所以它就是會有 會有這個tuna 冒號這樣 它就是這個 prefix 所以當我們開啟這個 這個advance skeleton這個超多面膜的時候 它自然就會變成 如果這場景裡面有兩隻三隻以上的角色 它這邊就有個選單 會出現兩隻三隻以上的選單 那通常你在這時候 通常你 當有這個出現的時候 你再打開那個 mokemature它自動會偵測到 如果沒有的話你就自己主動去打 打它就是tuna 冒號這樣 好就是說這兩個要符合 這個怎麼來呢就是這個必須要有 這怎麼來就是那個reference之後要輸入 然後 你現在沒辦法zero 我現在把這個股價給匯進來 就是 OK你現在沒辦法匯進來就是你要detect 所以 這樣就可以zero好了 先detect 好這樣就可以zero 所以檢查這兩個缺一不可 以上